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你回到第二节 带了一首是George Michael唱的Roxanne 她的版本和Sting有些不同 Sting的声音是高抗的 George Michael是顺口的 容易入口 好像威士忌 George Michael的声音是很漂亮的 这是一个事实 很可惜 但她曾经发光发热 为我们留下不少好歌 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歌手 80年代 可以说是中华乐坛 接下来 这首歌 这位女歌手 我之前提过 香港一直都是吃开四方饭 一直以来有很多混血异 尤其是在蒲国人拿了澳门之后 她不是奇怪的 有原因的 所以你们对这个所谓殖民主义 不要常常乱骂殖民 就是殖民地 所谓 因为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 有很多好处 譬如 蒲国人拿了澳门 他拿了澳门 蒲国人很多时候 会和当地的中国人 一起去结婚 生小孩 组织家庭 英国人在这方面是少的 在殖民地很少和一些 本地的女性 组织家庭 其实是和管治有关的 方便管治 自从蒲国人在500年前 拿了澳门之后 他一直以来 有很多 后来香港开放 有很多人因为近 蒲了过来这边找食 战后更加多 很多不同的所谓混血仪 在香港找食 当时唱红了提少殷元 70年代的仙道拉 我之前也说过 惠蘭 其实惠蘭的唱功 和他唱歌的技巧 都是很好 不错的 但在我的年代 有些什么女性 混血仪 是我们听的 就是这位小姐 这个叫路云娜 Rawina Cortex 他又是混血仪 是西班牙 几个混血统 日本、中国 他那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刚刚有些 那个年代的歌 有些性感 他不是特意自己卖笼 而是有一种 那个年代 混血仪 对于香港人来说 有些性感 这首歌 有些来头 又是林郑强填词 大家可以细意欣赏 那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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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路云娜的事 路云娜其实是挺有天分的 他1968年 五岁的时候 参加了Talent Quest 就是类似天才比赛 他拿了冠军 五岁 记住 五岁 好像后来的新秀大赛 那些 那些 那一年 即69年 EMI 就签了他 出了第一个个人大碟 叫做Very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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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就是1982年的歌 作曲那个叫做陈秋霞 作词就是林郑强 是一套电影叫做 赵皮女学生的歌 主题曲 那这首歌呢 是还有一个价勢的 就是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最佳电影歌曲 那这首歌呢 如果你们上YouTube看 你会看到 当晚 露云娜现场表演的版本 现在 请你欣赏一下音乐版 面壁抄不记 不调皮 才是最可悲 日后未必有日期 上火批啤梨 暗暗一开饰 一片帝给你 来日进鞭姑姐婆婆 齐趁今天青春闯下我 幻点你我天生诡计多 佛师只会说佛和 赤美美 来共我去飞 乱撞乱冲多欢喜 天与地 实在是个波 任葬任打不生气 不调皮 不调皮 才是最可悲 日后未必有日期 上火写字仔 笑老师臭瓜 欢笑做空气 来日进鞭姑姐婆婆 齐趁今天青春闯下我 反正你我争死一百分 轻轻松等好过 来日进鞭姑姐婆婆 来日进鞭姑姐婆婆 齐趁今天青春闯下我 幻点你我天生诡计多 不思战雪不和 来日进鞭姑姐婆婆 齐趁今天青春闯下我 反正你我争死一百分 轻轻松更好过 来日进鞭姑姐婆婆 齐趁今天青春闯下我 反正你我天生诡计多 不思战雪不和 来日进鞭姑姐婆婆 齐趁今天青春闯下我 反正你我争死一百分 这首是《戳眼眉》 鲁云娜 由林振强填持的戳眼眉 鲁云娜近年 近几年是出来唱歌 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叫Anders Nelson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 当年夹过 band 他是一个瑞典裔的人 The Continentos and the Frontman The Continentos sorry The Continentos 他是负责唱歌的 他后来有一对 band 叫Anders Nelson And the Inspiration Anders Nelson 就是他的朋友 请他出来唱歌 以及灌录唱片 出过一两张唱片 他的声音 鲁云娜仍然保持得很好 很漂亮 很有少女的味道 其实是可惜的 他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没有唱歌 说起Anders Nelson 又是香港如果流行曲 你一定要懂 这个人 他在历史上 香港流行曲的地位 就是乐坛上 一直在历史上的地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父母是传教士 来了香港 他还在李小龙的《猛龙过江》 就拍过 做过《Cellet Fair》 和李小龙在拍戏 接下来这首歌 是他作曲的 1980年 邓偉雄作词 有一位我认为 其实声音是很漂亮 唱功都是很好的 一位男歌手主唱 但是很可惜 因为他的歌曲 他可能没有那么大怒 就是声音没有那么大怒 和样子可能没有那么大怒 所以被主音歌手 就抢了一些风头 但其实他的唱功 和声音都挺好的 我很欣赏他的 看看你们知不知道 这位是哪位 大家听听 这首《闪闪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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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片片个步 原宋那天资欢笑 扮你高个长寥魂 秋冬去春风轻舞 没有飘过 门山仓趣 小星星 破黑暗 共满满 伤伤 摇眼点点星辰 递多少饮信 愿世界加添点爱 莫要分开你共我 在那远处星辰 像偏偏歌舞 愿送那天祭欢笑 伴你高过长妙幻 秋冬去春风轻舞 飘过门山仓趣 小星星 破黑暗 共满满 伤伤 摇眼点点星辰 递多少饮信 愿世界加添点爱 莫要分开你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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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观众叫做Nelson 尼尼尔通 我认为是姓董 我猜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认识他 他就 他就在Facebook 想点这首歌 想知道这首名曲的含意 虽然我很喜欢听歌 大家都有听不同种类的歌 我不敢说我知道这首歌的含意 大家分享我自己对这首歌的看法 其实音乐和诗是一样的 这首歌有什么含意 有时会有 例如那个歌手 例如Bob Dylan 很有名的 《blowing in the wind》 《blowing in the wind》 背后有一个理念 《Imagine》 他作这首歌时有个理念 John Allen的《Imagine》 至于这首歌 这首歌叫做 Nelson 董先生想点的 这首歌叫做 《Bohemia Rhapsody》 即是波希米亚狂想曲 这首歌是Queen的歌 是1975年的歌 这首歌之所以那么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跟我之前上集说过 其实是跟MTV有关 因为MTV是82年才正式开始的 你想想这首歌 其实是早了七年 就弄了MTV出来 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 这首歌有一个MTV MTV的印象很深入文心 这首歌可以说是经典的歌曲 西方 尤其是在白人社会 因为有Benz The Queen的那群人在 Mamma mia Mamma mia 至于这首歌有什么含义 这首名曲有什么含义 我就不敢说 我知道有什么含义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有什么含义 你真的要去问 他已经过了身的 Freddie Mercury 就是Queen的主音歌手 他是负责作曲和作词的 而且我据问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说过这首歌和他的背景有关 可能他由小到大的经历 他将这首歌作出来 他询问他整首歌未弄出来之前 就已经有了一个福稿 在脑子里面有了整首歌 大概是怎样 整了这首歌出来 当时整首歌的时候 要记住1975年 现在讲一些历史给大家听 就是有了电脑之后 很多东西可以改 可以做 譬如我 我真人当然没那么英俊 你现在看到 其实做了手脚 没错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一般人看不出来 但其实后来 这个香港制造网络电视 用了很多钱整成我这么英俊 有了电脑之后 所有的音可以调 调高调低 你唱到走音都可以调到对 还有灌录唱片的时候 你可以用不同的声带 以前不是的 1975年的时候 你录音 还要用声带去录音 还有那些 track是有限的 他们这首歌 用了很多不同次录音去拼一首歌 据闻製作的经费很庞大 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声带 有一个intro 唱一些类似的ballot 就是一些小曲 在这里唱 然后有管缘乐 又用一个所谓opera 唱的方法 然后有rock 如何把它放在一起 在未有电脑之前 这是一些很複雜很难做到的东西 这首歌之所以震撼 就是因为他的编曲 因为整个编曲 跟一般的流行曲不同 有一个很清晰 有些学古典音乐 古典音乐有起乘转合 每一个章节有不同的章节 中间有一个流程 然后如何达到尾 去做一个结论 像写文章一样 起乘转合 你说有什么意义 我不敢说 真的要问Feddy Mercury 才有意义 我想最大的意义 就是他作了一首很难得 是一个rock band 即是在一个rock的乐坛里面 因为rock这件事 这些低下阶层的东西 或者后来的Hip Hop 我们现在会觉得Hip Hop真的不行 其实rock是否不行 要分开说 rock其实都有好和不好 Hip Hop都有好和不好 等于什么都是的 写文章 作词 作词 做电台节目 或者像我那样 在那里嘱嘴 嘱嘴有好和不好 不是人人有把嘴 就可以嘱嘴 嘱嘴是很容易的 但说得好就难 Feddy Mercury 有点是挑战自己 挑战大家的 所谓rock 这种种类音乐的既定概念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他本身 《流行乐坛》 我上次也介绍过 其中一位人听的叫Robert Palmer 很少人的音域是那么阔 好像Feddy Mercury Robert Palmer 音域阔得来 尤其Feddy Mercury的声音 刚勁有力 你听下去真是红运 他直接可以做古典音乐 就是classical music的人 很多人都说 classical music不是 classical music的训练 训练很严格 你唱流行音乐那些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 其实不是的 当然 Feddy Mercury 是否去到唱古典音乐 我不敢说 但是 其实 唱歌 不只是技巧 如果你说技巧 没错 唱古典音乐的技巧是要很高 是要训练 怎样用横隔膜 用脑 用喉咙 用胸腔 去发声 每日去练 但其实他们有他们的所谓 鲜为人知 很简单 你去听到那些 听古典音乐的人 其实很多古典音乐的乐手 他们唱歌 例如 唱歌 唱歌 音符 唱歌 音符 其实他们也是都是 在30-50年代 美国的流行音乐 也不是那些 着全音乐 最烦腐 最凤盛 其实很多古典音乐的歌唱家 都能听到 穷尊音乐的人 譬如Sara Vaughn Sara Vaughn的音域是很闊的 又是可以唱古典音樂的 即是她唱著舌音樂 另一位很出名 法蘭斯納·杜拉 很多古典音樂的樂手都是聽她唱歌的 一有她的唱片就買她唱片聽 樂手也是 其中一個很出名 如果你問全世界古典音樂彈鋼琴的人 他都會說 你受誰的鋼琴影響 當時很多人都會說Bill Evans Bill Evans是一個很出名的鋼琴家 受她的影響 如果你聽歌 你問我 唱歌 如果說唱功 加上技巧 最高 你要聽30至50年代的美國流行音樂 尤其是唱著舌音樂的那班人 Ella Fitzgerald Fan Sinatra Sara Vaughn 這些人 Tony Bennett Tony Bennett 是我的最喜歡的一個樂手 他今年90歲 唱了七足七十年歌 還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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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那麼 這個是 我想是 我亦是術所知道 我想當時 他會作這首 所謂 在這裏 點唱 其實我歡迎大家 有興趣的話 不妨點唱 寫信給我 CantoGoldis Gmail.com CantoGoldis 是一個字 C-A-N-T-O-G-O-L-D-I-E-S 或者是 加我Facebook 在我Facebook留言 Facebook是 Jordan Hong Kong Jordan 香港人的意思 你在那裏 我可以 或是 你可以不加我也可以 你可以傳一個訊息給我 你想怎樣唱什麼歌 可以儘管 傳給我 當然未必 可以即刻可以做到 大家可能要等一等 時間未必一定安排到 因為 我這個節目 通常都要預早 穩定一些歌 有時未必 臨急臨忙 未必找到 或者我未必有那首歌 幫不到你 不好意思 好了 這裏就請這位 Nelson 姓董的朋友 這個 誓意那麼欣賞 他怎樣的這首歌 Queen的 Bohemia Rhapsody 希望我的解釋 令你滿意 否則 就不好意思 在這首歌的聲音 我只能讓你 I'm just a blue boy I need no sympathy 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little high little low any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to me mama just killed a man put a gun against his end pulled my trigger now he's dead mama life had just begun but now i've gone and thrown it all away mama ooh ooh who didn't mean to make you cry if i'm not back again this time tomorrow carry on carry on is it nothing really m too late my time has come s s s bodies st up my spine bodies aching all the time goodbye everybody i've got to go go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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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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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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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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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